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减肥总是让你感到灰心嘛 要想成功减肥而不再胖回来 一定需要遵循正确的饮食计划 减重过程中,蛋白质摄取至关重要 我们建议减肥者每日摄取每公斤体重2.2克蛋白质 这不仅有助于减肥,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 您的身材,取决于您吃什么 想要拥有健康而不反弹的体态 必须制定正确的饮食计划 首要的一步就是确保您的饮食计划充分包含各种营养素 这三大类营养物质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这些营养素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 还支持身体正常功能的运作 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 它们根据结构复杂性分为简单糖、双糖和多糖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碳水化合物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 虽然一般认为简单糖,例如葡萄糖和果糖 被迅速吸收且具有较高的甜度 因此容易上瘾 但事实上,淀粉的消化速度并不慢 且同样容易让人上瘾 蛋白质是身体建造和修复所之所需的关键营养素 有助于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 蛋白质摄取不足不仅导致肌肉流失 影响运动表现 还会减少支持耐力表现的血红素 使关节和骨骼变得脆弱 脂肪同样是身体所需的主要能量来源和营养素在体 脂肪可以分为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和不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通常被视为不健康的脂肪 建议限制摄取量 相反,不饱和脂肪 尤其是单元不饱和脂肪和多元不饱和脂肪 如感染油、坚果和鱼油 对心血管健康和大脑功能至关重要 想要减肥 首要目标是创造热量赤字 为了实现健康的减肥目标并保持身材 必须仅慎选择食物 合理摄取高品质的蛋白质 多样化的蔬菜并配合适当的运动计划 以下是三个实现减肥目标的方法 1.增加蛋白质摄取 除非有特殊疾病 否则每日蛋白质摄取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2.2克 这有助于减少肌肉流失 蛋白质的质量与食物的消化性 所含暗基酸的种类以及微量营养素有关 蛋白质来源可以分为动物性和植物性 动物性蛋白质通常具有最佳的消化性 所含暗基酸种类也较为完整 食物中包含所有必须暗基酸的动物性蛋白质 被称为完全蛋白质 此外 动物性蛋白质也富含微生素和矿物质 如微生素B12和铁 食物性蛋白质由于含有纤维 其消化性较差 然而 经过加工处理的植物蛋白质 其纤维已经被破坏 可能比原始植物蛋白质更容易消化且更营养丰富 减肥者建议多摄取蛋奶制品 鸡肉与豆腐和豆浆 偶尔也可以享受红肉 但要注意避免过量摄取饱含脂肪酸 二 选择未加工的食物 未加工的食物通常体积较大 可以提供更长时间的饱足感 并且摄取后不容易引起血糖波动 因此 这种食物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您遵循饮食计划 三 制度运动 运动不仅可以直接消耗热量 还可以刺激肌肉生长 防止基础代谢率下降 基本上各种形式的运动都对减肥有正面影响 但如果你想要最大程度的保持肌肉质量 建议在运动计划中包括主力训练 对于数学者来说 无负重深蹲和乔势运动是很好的起点 这不仅有助于减肥 还可以改善常见的下背部不是 让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的减肥之路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